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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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在一間新媒體公司工作 那段時間也有點辛苦 咳血,喉嚨也很乾 因為妹妹在10月確診肺癌 於是去了做一些檢測 檢測後發現肺癌 是有個影子 做了一個抽組織出來 一抽出來就證實了我也是肺癌 那一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擴散了寬關節 化療打了四針 反應都非常之好 味道不同了 很多平時喜歡吃的東西 突然之間會變成很奇怪的味道 例如紅蘿蔔、魚 聞到已經不想吃了 再加上如果自己身體 有一點不舒服 那些不舒服 例如感冒 會擴大十倍 看著一些藥 一滴一滴滴到自己身體裡 真的覺得壓力很大 之後又有很多不好的反應 那醫生就建議不如停一停 處理寬關節 做了一個放射治療 做完之後 就發現肺部 就多了很多癌症 那醫生就覺得 我不可以再繼續了 我就要轉藥 那醫生就建議我去做了一個 MRI 那發現了一些癌細胞 轉移了去腦 於是醫生又跟我再抽多一次組織 就做了一個叫Foundation 1 全方位癌症基因分析 Foundation 1 其實是一個轉捏點 報告出來之後 就發現了 我有一個很罕有的基因 叫做N-Track A-Track 這症在其他的癌症裡 都會發現到有這樣的癌病變 但它們的發azione率是非常之低 通常是少於百分之一 不過幸好 現在的基因病變 我們都有適合標靶藥去做治療 共 걸� Start 那時呢 中文大學是一個臨床實驗 醫生就推介我去參加 所以我不用打化尿 我便可以有標靶藥食 之後的治療都非常順利 腦又控制得很好 肺、淋巴都控制得很好 副作用又可以管理得到 有少許水腫、有少許肚餓 Life as normal 我又可以去多了很多旅行 又可以提升一些新的興趣 例如看鳥、做麵包 最大的鼓勵就是見到很漂亮的東西 見到很漂亮的景色、蝦草樹木或雀 都會給予自己很大的動力 也有跟很多病友分享過自己的經驗 也很開心他們在治療裏做到這個測試 對他們的幫助亦很大 其實大部份時間 我都不會記得自己是病人 最令人記掛的都是家人 當時看著爸爸媽媽和妹妹離開的時候 亦都是我這一輩子最痛苦的時候 但是又看回頭 就是因為自己病 自己病不用上班 就有很多時間去陪他們 而這一段時間是真的很寶貴 在香港其實接受治療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我的醫生、護士團隊 現在就好像一個家人 他們又很有愛心、很專業 現在癌症的診斷和治療 都不斷地有些新的突破 我們希望能夠為病人 在這個新的科技裏面 帶有些新的希望 以前就很注重結果 現在就比較有耐性 和有同情心 改了一條跑道 以前開跑車 現在開著船 多了時間 欣賞風景 永不放棄 Never give up